Hello, 大家好, 我是Norman 今天我會載我們去比利時的寶魯日逛逛 寶魯日被譽為北方的威尼斯 因為裡面很多運河、河道 遊客可以坐船、參觀 又被視為比利時的童話古鎮 因為裡面很多古堡、童話是很類似的 在綠特丹開車區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所以我們大概是10點開車 經過高速公路大概是11點半鬆點 就去到暴魯日中央火車站 車就停在火車站旁邊, 因為比較便宜 因為暴魯日市中心就不讓私家車進去 我看到只有的士、巴士可以走 我們就在中央火車站 基本上不是太遠 大概走15分鐘左右 就走到暴魯日市中心 如果搭車過來, 基本上是在中央火車站 有巴士、轉巴士也可以 我看到大部分人都選擇走過去 可以一直在圓寺區 暴魯日市中心的大廣場 剛才說過, 布魯日市有比利時的童話 小鎮之稱 大部分的建築物都是幾個世紀的建築物 古色古香, 影商的地方都很漂亮 剛才說過很多運河 所以很多遊客都會坐一坐, 遊覽船 上船的地方都有很多地方 至於暴魯日, 有什麼行走呢 因為都下午, 我們就選一個地方 先吃下午 他出名的地方就是吃青牛 有些客戶會坐馬車 馬蹄在鶴卵石 有些中古味道在 我們點了兩個不同味道的青口 一個會牛肉 一邊菜有薯條、飯、沙律 喝啤酒 雖然很熱 差不多是27-28度 但大部份都會坐在外面 太太也很喜歡吃青口 所以這餐適合她胃口 我喜歡吃牛肉 剛剛好就叫了會員和大家分享 吃完就沿著鵝卵石 走到市中心那邊 另外有兩種比較出名的 就是朱古力和Wolf 朱古力因為太甜了 我就只看沒得吃 以前姐姐回香港時 也帶很多給你試的朱力 因為它又便宜又好吃 所以基本上我們不會再買朱古力回香港 Wolf也有幾間 我選了一間 她說自己在布魯日是比較出名的 No.1的Wolf店 可以配些雪糕和水果 我們買了兩個 就四個人分享吃 其實布魯日的街道不是很複雜的 基本上是一兩條大街 其實跟著人潮過去 基本上就可以去到市中心的大廣場了 剛才說了很多人會坐船 所以上船的地方也有很多 有不同公司經營 費用也有少許分別 如果大家過來布魯日 想坐船的話 可以做好一些功課 看看哪一間船公司的口碑會好些 或者便宜些 就自己去選擇了 這次我們沒有選擇沒有坐船 去市中心廣場 有條大街 有間酒吧和精品店的商場 是一間古老大宅裏面 基本上酒吧是貼在河邊 貼在河邊喝啤酒吧 他買的東西是精品 比如卡通人物的精品 我們吃完喝完就沒有喝啤酒 進去看看去精品店看看 精品店裡面除了有精品 還有不同的酒類 甚至有一個單車的精品 我買了一件單車的衣服 好像是十幾歐羅 他入口裡面 其實他有一個展示櫃 他展示了我估計過千支不同地方 不同牌子的啤酒 所以吸引了很多人在打卡拍照 雖然我都喜歡喝啤酒 但基本上下午就不喝 習慣不喝啤酒 除非吃東西的時候 大家高高興興 不然我很少會去喝啤酒 在這裡走完 我們基本上就沿著大街 走到廣場那邊 廣場都很大的 所有的建築物都是幾世紀的建築物 所以他們說這裡有童話小鎮 其實很多看童話的建築物就是這樣 建築物大部分都是酒店、餐廳、咖啡店 很多人都是因為天氣不錯 基本上很多人都會走出來 坐出來 走到七七八八 我們就坐下來喝一杯東西 吃點甜品 大概差不多是三點鐘 在咖啡廳裡面坐下來喝一杯東西 吃點甜品 喝完咖啡之後 基本上我們都離開了 接著開始下雨 我們回去獨特丹之前 外生就載我們過去看城堡 去下年準備和男朋友結婚 訂了城堡 因為城堡裡面有人舉行婚禮 所以我們只准許在外圍看 不可以進去看 基本上就在錄雨 但不太大 所以如果隨便停車 已經上去 我們就走 坐車回去錄特丹 好了,今天的介紹就到此為止 下一集再見,拜拜!